好 今天很高興要來跟大家介紹這個near part的互動式教學平台 那跟老師報告一下 我們從今年9月開始 全國每間學校都有平板 所以呢 你現在所學的 在新年國朝所學的 或者是在別的地方所學的教學平台 9月份以後都可以開始用 也許量不是那麼足 但是學校不是每個老師都會拿這些來做教學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也許夠用 這邊跟老師先做報告 那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near part 首先呢 等一下我們就 現在很多教學平台都直接可以使用什麼 Google帳號註冊 所以我待會呢 打算使用這個陳子軒的帳號來做註冊 那希望把整個註冊過程做給你看 我們在Google打個nearpod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真是分享的世代很棒耶 有網路 有YouTube OK 來 把它點起來囉 那就點到這裡來 第一個網址就是了 看一下 nearpod.com nearpod.com 來 那我們就把它點一下吧 點這裡進來 點上面這個第一個網址喔 點這裡進來的時候呢 那跟老師報告一下喔 這個呢 來 那老師註冊不用錢 那這邊呢 有幾個選項看一下 學生不需要帳號密碼 學生加入你的課程呢 只要輸一個code就好了 對 連到這網站去 點code 所以他不用去帳號密碼 就單純很多 那老師呢 你去註冊不用錢 OK嗎 這個 那當然還有管理者啦 我們就先不討論 那不過這裡要跟老師報告一下喔 這個操作平台有個缺點 它是英文介面的 老師 我們有Google翻譯喔 那我先跟他說明一下 我點一下這個翻譯 馬上變成中文 看起來好舒服 對不對 那我這裡跟你報告一下喔 你在觀看功能的時候 可以使用Chrome瀏覽器切成中文來看 可是在設計那個階段不可以 什麼要設計 我要開始做了 所以老師可以隨時切換沒關係 但是特別在提醒老師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它原來是英文 你把它切成中文在翻譯的時候 如果你再打中文 中文再翻譯成中文 它是把中文當成英文字再翻譯成中文 會有些錯亂的狀況 所有教學平台都是這樣 OK嗎 所以你在觀看的時候 Chrome瀏覽器很方便 按右鍵就可以翻譯成中文繁體 如果你覺得這樣看起來很吃力 你可以這邊先看一下 不過在設計的時候 請你回到英文介面 跟老師報告一下 來 那這個先關閉 第一件事情要先做註冊 叫Sign up for free OK嗎 註冊完 下次就是用登入 Login就是登入 這個 Sign up 就註冊 那我們來開始囉 我們就從註冊開始 點起來 就會到這裡 他問你是誰 學生也可以註冊 不過通常我們在學生不會叫學生註冊 他註冊完 你每次上課他就不記得密碼 所以註冊完跟沒註冊一樣 叫孩子記住帳號密碼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我們學校是把學生的親自身平台的帳號密碼貼在他的書本上 我這樣可以確保 那親自身平台那個就是Google帳號 所以我們學校在上課都很順 我用的是不符合資安的方法 OK嗎 可是我確保每個孩子都可以跟得上 不然有些孩子沒辦法登就麻煩 所以帳號密碼其實在學習某種程度的講是一種困擾 是一種阻礙 來 那只要老師要記帳號密碼就好了 這裡點進來囉 他說你是誰 我是老師 那接下來 太好了 很多平台都知道 叫每個老師重新申請一組帳號密碼是一件高難度 申請完 有忘了 我們就直接用什麼呢 你看 用Google的帳號就可以了 所以點起來 他說假設我的電腦有登錄兩個帳號 你要告訴我 我要用陳子軒這個帳號來做註冊 點一下 點了就進來了 這樣就結束了 那這樣就進來的時候 老師你可以按右鍵做什麼事情 可以再看一下 Google Chrome 軟器 翻譯成什麼 這個看一下 你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說明 來 那請老師先進行第一個階段 叫做註冊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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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